乳房对女性来说尤其的重要,傲人的乳房增添女性的迷人气息,但是乳房疾病高发,厌制建成为女性健康困扰。 现在社会工作压力大,很多女性都会有不成度的乳腺层生,健康完美的乳房不仅要圆软,柔软五种块,还要肩挺不缩水。 而在生活中,批评有很多女性因为各种原因,导致乳房出现下垂、缩水、乳腺增生等等问题。 究竟是什么毁了女性的美胸? 这三个坏习惯,伤害你的乳房。 一,穿内衣睡觉,在外工作了一天,回到家,衣服都没脱,到头就睡,一次两次不会给健康带来影响。 但经常这样做的话,就会给你的乳房健康乱下一块,看着内衣睡觉不仅不舒服,还会影响呼吸。 二,睡眠不好,充足的睡眠可以调节女性内分泌。 当内分泌区域平衡,就可以给体内的各种激素,提供良好的环境,发挥其最大的功效。 而如果女性长期熬夜,睡眠不规律则就导致内分泌失调,各种机能也失调,借而引发乳腺丰盛。 三,爱生气,生闷气会造成女性神经衰弱,加重内分泌失调,软超排卵不正常,运激素分泌减少。 当乳腺受到刺激素单方面的刺激,就会出现乳腺增生可能。 如果女性原先就有乳腺增生的困扰,经常生闷气则会加重增生。 乳腺增生反反复复该怎么办? 对于乳腺增生乳房肿化,中药外肤是目前最简单安全的方法。 这个方法是承载著名医开中华乳腺病,中登过的一款骨髮熬制的。 黄塔明师乳肖切,该高铁采用全中药骨髮熬制,是不可多得的经典名方。 经过数百年的传承,是我国中医的精华。 其中含有的三漆,穿胸,当归斗成分,可以活血化欲,疏通经络,促进病灶的血液循环和营养攻击。 消除掉病灶的水肿和炎症,制草污,纸马钳子,毒活胀成分,可以消灯止痛。 花椒可以去除病灶的湿器,冰片可以促进药物的渗透,整个祖方极其复杂。 公益也是相当讲究,日常生活中,乳腺增生该如何护理? 一,保持心情舒畅,情绪稳定,如果情绪不稳定,会抑制卵巢的排卵功能,也可使刺激素增高,导致乳腺增生。 二,乳腺增生病人要记得定期复查,为半年,过一年做一次乳腺B超检查。 四十岁以上,乳房疼痛症状较重的病人,可每年刑伤乳木把照片一次。 三,遵循低质高薪饮食原则,多吃去卖食品,豆类和蔬菜,增加人体新陈代谢,减少主线受到的不良刺激。 还有要控制动物蛋白摄入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gnew.xy及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